侯友宜在這個被提名之前 他的聲望 他的民調 他的支持度 都是黨內最強最高的 當初一堆人說 國民黨內最強最高 最厲害的就是侯友宜 那這些人跑去哪裡呢 那你現在跑過去說 可能郭台銘還有機會 等著這個侯友宜換 我跟你講 等到國民黨真的垮台的時候 郭台銘也沒機會啦 我講不客氣一點 這是事實 真的啦 郭台銘現在 畢竟不是國民黨黨員嘛 就算他九月回來 也不會是他回來 代替侯友宜來選啦 我就講白人 他真的有什麼機會 代表這個國民黨 因為五月十七號徵召侯友宜 就已經成定局了嘛 在那邊奢望說 把侯友宜換掉 郭台銘進來 那是原木求魚 而且當如果做這個決定 把侯友宜換掉 贏郭台銘回來 宣告了一月十三號 不用等到一月十三號 那一天換這樣一個決定 就是國民黨輸 敗選的開始了 不用等到一月十三號了 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很多的這個 包括不爽侯友宜的人 或者是對於這個國民黨以外的人 都會覺得期待這樣的一個戲 期待這樣的一個劇情上演 所以我覺得那是趁早死的心 不用吃了趁駝鐵的心 而是趁早死的心 國民黨不可能這樣 搬石頭 搬一個大石頭砸自己的腳 也不可能讓這個郭台銘 回來取代這個侯友宜 或是人家講 朱立倫早就在旁邊stand by 就換著朱立倫上場了 也不會 我也提醒這些十幾個立委 李正浩在這邊 他講過多少次 不要因人廢言 他說過郭台銘的錢沒那麼好拿 你不要想說去拿郭台銘 也要吵他靠過去 你問問李正浩就知道了 四年前他拿到郭台銘的錢嗎 NO 四年後還有嗎 也沒有 你就看看李正浩就活生生的例子 我騙大家幹嘛 不要因為討厭李正浩 就不相信做他的話 可是郭台銘會強力站台 站台又怎麼一直連錢 郭台銘就少了五次接 糧草 幾百萬幾千萬對不對 郭台銘就衝著你這句話 明天政治現金就給李正浩了 我收到會寫會我良多 所以我才說不要因為這樣的想法 就直接靠過去 因為這對彼此對國民黨 如果還是國民黨提名的立委 如果是立委參選的話 都沒好處 郭台銘錢真的不好拿 可是這些國民黨立委 哪一個差錢的 陳玉珍差錢嗎 不差錢嘛 對不對 謝家 謝點鈴加你差錢嗎 彰化半個地下 半個地下 第十來都他們家的 他們家差錢嗎 他們差的選票有沒有站台 郭台銘四年前幫我站五次台 少接少三次 這個東西補嘛 對不對 有補齁 真的補啦 我跟你講 我是實力比較差 如果謝一鳳這樣騎來騎去 騎去就一定當選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你也不用講 因為不是我說的算 也不是靖民哥說的算 因為靖民哥差一點點 可以變立委 是呂毅林說的算 是現在這些 是現在這些立委後選 心裡想要找誰站台嗎 就是說你失去了郭台銘的支持 你後來藍軍就少了一大塊 這個所謂支持度 對不對 結果來給大家看幾個新資訊 第一個 這些都是在郭台銘粉絲 老虎軍團裡面有的 第一個新資訊 郭董在做民調 接到民調電話了 內容就是像剛剛 煌哥講的 有問郭柯河的 有問細卡都的 就是沒有問郭侯沛 沒這個選項 怎麼問都是分裂的選項 第一個 郭台銘老虎軍團 粉絲很興奮 郭董在做民調 這電話我沒有碼 你們也不用打回去 因為這就是這個 隨意接通電話 這沒什麼 第二個更誇張啦 這什麼東西 一樣啦 那郭台銘老虎軍團 開始在什麼 連署了 整理連署的格式啦 這種東西 中選會均有標準格式 跟標準流程 要連署郭台銘 也要副總統誰誰誰的名字 為了有人耍被哥哥招 最好要有委任律師執行 還有還有很多細節要確定 才能執行連署 最重要的事情是 郭董要同意 還有選定副總統 你看 總統副總統 被選舉的連署申請書 蓋章本人郭台銘 連署十六任 然後中選會對不對 這是老虎軍團真實的 我今天下午才把他揪下來的 一定討論 脫黨參選的可能 但我不排除也就是虛晃一招 他意思就是說什麼 需要你趕快去按哪一下嘛 我覺得這是很公允的在講 那對於侯友宜來說呢 現在除了在整合上出現很大問題之外 盟友一一離開了嘛 最明顯就是吳子嘉董事長嘛 對不對 吳子嘉董事長除了做出 侯友宜之後十八點二趴 十八點七趴的民調之外 現在的傳出跟侯友宜舉辦兩場 董事長開獎之後呢 不再做了 要丟包了 只要找柯文哲去做了 為什麼要找柯文哲去做 因為吳子嘉董事長說 你找侯友宜談什麼 侯友宜都拒絕談 然後賭那比鄭寶欽還少 這就很慘了嘛 你對於吳子嘉董事長來說 當然他做這些事情 一定會有合理的利潤 對他不可能免費啦 可是你要想看一個候選人 試了行情有多差 差到媒體不願意去接你的業配 這是吳子嘉董事長講的嘛 就是說因為我的流量真的太差了嘛 所以他決定之後跟柯文哲合作嘛 所以這都是侯友宜 現在要面臨到真實的問題嘛 好那剛剛很多人說 國民黨黨專要進駐 對不對 要進駐侯伴 我不知道我們聽錯 因為靖民跟剛剛講說 九月的時候要進駐 如果真的還很差 九月的時候 周恩凱進駐 已經有一些人了 那現在當然是好 可是第一個我覺得九月太晚了吧 侯友宜能夠拖過七月嗎 我都很懷疑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個 現在確實國民黨專要有開始進駐 可是我跟華哥這一輪 跟非常多進駐的人聊過天 或是公開或私下 每一個都抱怨連連 每一個黨專要進駐 對侯友宜都只有抱怨 什麼什麼大頭陣 什麼不相信 還說什麼侯友宜的決策 決策圈有分親信跟外圍 他們自己私下開玩笑說 我們不要叫外圍 我們連側翼都不算 就是根本沒辦法進入到決策圈 怎麼那麼卑微 對啊 很慘 那侯友宜說 好那你自己玩侯友宜公布 新的吧 林洪池跟林金傑 這兩個大將 林洪池要幫侯友宜打組織戰 我不確定觀眾朋友 記得林洪池有幾個人 坦白講 我知道大家都有行家 我也知道 你們有講 板橋市長有講前立委 我還可以講是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 這都是二零一二年發生的事情了 離開正常有一大段時間 林洪池 我必須要說 國民黨的組織版很簡單 北乾隆南京平嘛 北部是李乾隆 南部是王金平嘛 對不對 怎麼樣也把李乾隆拉過來嘛 好這一塊 第二塊林洪池說在這個七月九號要在土城幫侯友宜辦好塞 後援會三千人在這個谷都餐廳 土城谷都餐廳 你不要不要鬧 你要讓侯友宜當場被抓走嗎 現在選舉可以請客吃飯是不是 把之前新竹的萬人宴候選人 那時候林庚人幫候選人辦 林庚人直接被抓走 林洪池怎麼可能在土城的後塞 土城的古都餐廳去舉辦好塞的後援會 就我的觀點 這些都不是好招嘛 真的好招是什麼 要整合三個人嘛 郭台銘嘛 要整合王金平嘛 這兩個人 你一定要整合完嘛 第三個人什麼 所有的議長 你這算是一掛 你這一掛要把整合完 你才有可能嘛 所以對侯友宜來說 我沒有要唱衰他的意思 我只是說我現在看到所有的訊息而言 都是對侯友宜不利的消息